白銀資本問題 白銀的問題 是讓中國能夠全球化 但是呢 真正割裂 中國跟全球化之間的一些關係呢 卻是硬化 所以我們回顧這段歷史 你不要說鴉片戰爭 有第一次鴉片戰爭 也有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直到辛丑合約 那這一連串的屈辱 就是促成了孫中山非要革命的原因 他創立了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又退居台灣 從這些歷史 他說明了一個事實 當一個國家他去魅於大事 當一個國家他面對強權的時候 你不去妥善地處理 這個國家會逐漸地衰落下去 今天我們看到了 當中國大陸的GDP 它超越了日本是美國的四分之三的時候 我經常講一個故事 當蘇聯的GDP是美國三分之一的時候 跟它搞了四十年的忍戰 那現在美國 它有這個能力再去跟中國大陸搞忍戰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台灣應該要好好想 我未來究竟要走哪一條路 而不是一味地去抱大腿 或者一味地去講一些五四三的東西 那事實上台灣如果在這一波沒有辦法向上提升的話 那未來向下沉沦就是定論 我到大陸每個城市去看每到一個地方 不管大城市小城市偏遠的小鎮 我看到了那個天翻地覆的改變 我心裡真的很高興很高興 我希望中國大陸越來越強大 因為我知道中國大陸越強大 台灣必然會更好 這是一定的 但我們回過頭去 所有這些強大的根是過去苦難的國難的歷史 我們走了兩百年這麼悲痛的歷史 在我剛剛講的那個鴉片戰爭 南京條約之後 一個又一個 跟台灣最密切的是1895年 甲午戰敗 敗給日本 日本就是要台灣 遼東半島讓清廷用了一大筆錢贖回去 那等於是日本的年收入的兩倍以上 好 台灣不讓你贖 我就是要台灣 孫中山因為這樣 因為台灣被割讓給日本 而發奮一定要推翻滿清 多少當時的人人制式 就是因為台灣被割讓了 所以非要把滿清給推翻不可 是這樣子的 一次一次一次的 孫中山十次都失敗了 最後一次失敗 1911年4月27日 中國同盟會為了推翻滿清王朝在廣州起義 當時原本是決定要兵分四路 當時廣州的守兵大概只有一千多人 只有一千多人喔 所以他們計劃分四路 我四路怎麼樣攻怎麼樣攻 可是因為臨時計劃改不上變化 其他三路都沒有來 最後只有這一路 也就是林爵明他們這一路 他們決定 我不等其他三路 我就一定要衝 我要拼 我寧可犧牲了 結果果然就被殲滅了 第一批找到了72具遺體 72人 到最後等到這72人下葬在72烈士墓以後 後來又找到14具 14位烈士 所以真正的其實是黃花崗起義是86烈士 可是那時候因為已經72人已經下葬了 入土為安 所以這14位烈士就葬在家鄉 而當時的72個烈士沒有人敢去收屍 只有一個當時的記者叫潘達偉 他一直很想說我要加入我要去打滿清 可是他沒有辦法加入 所以他想盡的辦法 想方設法把這72個人的屍體找到 然後最後葬在這裡 這是我現場拍的 72烈士墓 從一進去 這個是一進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陸官方牌子 72烈士墓 然後這裡有一個橋 橋有點弧度上去 讓你有一點像要景仰的那個感覺走上去 然後這邊有列一個碑 然後這個72烈士墓在這裡 這個是一個跟自由女神像 是當時的華僑捐贈的 整個都是這樣子 那當然這72烈士裡面 我們最熟悉的就是林覺民 董哥 1981年蔣經國在中華民國的台灣這裡 國民黨十二全會 他提出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他提出來 此後成為國民黨政策 成為台灣人 精明大家共同一個志向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當然現在已經被台獨 把它洗掉很多了 但是為什麼挑那一天 那一天是3月29號 就是我們所謂青年節 那就是國父孫中山 創造中華民國七十週年的當天 那董哥 是 國父孫中山創立 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 然後定都南京 那中華民國怎麼會不是中國咧 中華民國當然是中國啊 蔡英文他們在講什麼咧 是啊 他們本來就是日本的第二代 這是我們的歷史啊 所以你今天由這個輪廓 看起來它是非常清清楚楚 今天國民黨的連戰主席 跟習近平今天見面 第四次 為什麼他們有這些連結 因為 國民黨是孫中山創的啊 孫中山為什麼要創國民黨 從新中華開始創 因為滿清政府腐敗啊 他把台灣割給日本人啊 把東三省的割了 結果日本人又買回去 又花了很多錢啊 又簽了薪酬條約 我們剛剛講的南京 條約第一次第二次 這國家已經被掏空到 已經無以乎加 人民沒辦法生活 所有賺的錢都給外國人拿走 因為不平等條約嘛 所以非把它推翻 推翻 創了中華民國 這就是一個歷史的事實啊 可是中間有經過十次革命的失敗 裡面最壯烈的林傑宜 他們這一次的黃化鋼起義 所以我講你今天看到的連結 為什麼連戰可以跟習近平連結 因為都是中國啊 我們的政治體制未必一樣 海峽兩岸不一樣 可是我們的文化是一樣 宗教是一樣的 我們的血源是一樣的 就像兄弟一樣 我們是一個國家分裂 我信佛教你信基督教 我們的父母是一樣的 我們的血源是一樣 沒有不同啊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有多少那種台獨分子 或者那些 每天要抱美國人大腿的 抱日本人大腿的 每天數典亡足 然後把這些東西都遺忘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前面的人 他們為了這個民族 這個國家 他們做了多少奮鬥 他們犧牲了性命 得到了什麼 你今天看到這些事情很悲壯啊 我們前幾天啊 上個禮拜五看到 我們這裡的地檢署 他起訴了八百裝飾裡面的總指揮 所以你害死妙德森上校 為什麼害死他呢 讓他摔死 妙德森為什麼大家懷念他 他在2016年 4月8號從廣州走路走到盧溝橋 盧溝橋是我們抗戰的一個勝地 廣州呢 廣州就是中華民國的起源地 起源地 而且他穿著黃埔入金官校的衣服 徒步走 走了3500公里 走了91天 這就是黃埔的精神 革命的精神 中國人的懶子和氣概嘛 所以你看出了這種傳承 他代表了就是我們來的都是一樣的 我們的精神都相傳的 林覺民他1887年出生 1911年逝世 總共活了24歲 他新婚沒有多久 太太 心愛的太太懷孕 他明知他家庭環境很不錯 他明知他可以有榮華富貴 有妻有子 多麼快樂的人生 可是他放棄了這一切 放棄了他的人生 讓我們所有我們的這些人 我們可以有很好的人生 他的語氣決別書是我們從小要背的 吾至愛辱 即此愛辱一念 使吾勇於救死也 吾自欲辱以來 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然遍替新山 滿街狼犬 乘心快意 幾家能夠 這樣子的一個悲情的壯志 他通通都不要了 是這樣子 這個烈士墓的背後 是一塊青石碑 青石碑的前面 就是記載這個黃花崗起義 青石碑的背面 就刻了這七十二烈士 每一個人 他們的姓名跟他們的年紀 二十七歲 二十六歲 還有十八歲 三十歲 二十幾歲 是這樣子的人讓我們有了現在 在漢庭 孫中山先生當時的建國大綱 其實目前大陸正在逐步的落實 所謂的外省人會被壓抑 在蔣經國的時代會被壓抑 為什麼呢 你有才幹也出不了頭 因為你不是所謂的台灣本地人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一個大開大核的黨 一個大開大核的執政者 應該所有的人才 你不管你是第五分南北東西 就是你是人才就應該讓你出來 那是誰 我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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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